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看看尹正减肥后的模样 越来越清秀 印象中的尹正是在夏洛特烦恼中的圆滑 后来他和黄晓明主演 并颠不是海棠红中商细蕊一脚后 越来越觉得尹正常得有一种阴柔美 就在刚刚尹正在个人力博上发文 直播即将开始了 并跟大家安利一款被子 尹正左手拿杯子 右手竖起大拇指 抵直地坐着 不过说实话 尹正镜头中的自己 还没有路人镜头中的他 更美一些 并颠不是海棠红中 尹正把伤细蕊这个角色 眼活了 真的比女人还要美胜几分 尹正和黄晓明 这对RCP 获得不少观众的喜爱 尹正为了减肥成功 除了在饮食上 严格要求自己之外 还有不少网友 经常在健身房偶遇饮正 练习飞鸟的动作时 饮正面部争鸣 非常的卖力 饮正为了减肥拼了 饮正也经常分享 他瘦身后的美照 跟减肥之前的照片对比 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 可见 高强度的健身运动 再加上饮食上的控制 真的对减肥很有用处 看尹正如此努力地减肥 想必是要比黄晓明 还要瘦 身材达到最美的效果 娱乐圈的女明星 身材管理非常到位 一些生过孩子 甚至生过多胎孩子的女星 都会极力控制好身材 相比来说 很多男星不注重身材管理 四五十岁后 发肤显得油腻 较少数的男星会控制好身材 显然 黄晓明和尹正是 为数不多的两位 看尹正是爱出的镜照 五官越来越精致 每个角度都美翻了 看来尹正未来的目标 可不是仅仅是比黄晓明还要瘦 恐怕是要比女明星还要美吧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